能够被这个的数字整除 整除部分的话 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如果这个cells 它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你这边特别需要 能够被整除记下 这边有个叫MOD MOD 这个MOD实际上就是说 求于数的意思 如果这个值 假如说这个值 MOD多少 MOD A MOD A 比如说MOD假设里面输入的是7的话 等于MOD A 如果等于0的话 如果结果为0的话 Zen Zen做什么事呢 Zen我们就是把这里面 就是说呢 我要把这个里面的 刚刚是复数转正 那现在的话要把怎么样 把储存格里面的值怎么样呢 变成白色的底 然后呢 白色的字 红色的底的话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第一个 要做什么动作 三个动作 记得吧 Select 第一个先Select 先把它Select Select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呢 它的Color 所以这边再看一下 Selection 这边有Select 就会有一个Selection 对不对 那Selection 里面就有个Fund 跟一个什么Internal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Selection 假设Selection 点 里面有个Color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Color 请你自己打上去 等于什么呢 颜色特别注意 后面我可以加上一个RGB的函数 RGB 那RGB的话呢 这边就红绿 蓝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给的是一个白色的话 那这边RGB 特别注意呢 它这个RGB呢 就是红绿蓝 三元色 那如果要变成白色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的值 就是0到多少呢 0到255 也就是说呢 红色会有0到25种颜色 然后呢 绿色也是一样 蓝色也是一样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变成白色的话 值就是255 0.255 0.255 那这样的话就是白色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selection 点什么 另外一个是 internal这个地方 所以呢 selection 点 有一个 internal的一个 背景的颜色 背景颜色的话 怎么做呢 也是这样点 color 给它一个color 等于什么呢 也是一样RGB 那如果我今天RGB 要红色的话 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过 就是红色255 全部都有 0到255嘛 然后呢 绿色是多少呢 0 然后呢 蓝色多少 0 这样的话呢 就是红色的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程式 select 然后呢 字的颜色 背景颜色 OK 然后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我组行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是7的倍数 比如说一样 7的倍数 那按一个F8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输入一个整数7 我可以说一遍 我可以说一遍 我可以说一遍